来轿车路中央停了下来 紧接着黑车驾驶下车 上前找白车驾驶理论 双方一言不合 男子回头拿上球棒 砸烂对方的挡风玻璃 对方怒气也上来 不甘示弱 倒车回转 企图冲撞人 先动手的黑衣驾驶 发现苗头不对 狼狈 拔腿狂奔 逃回车上避难 但对方还没有气消 速度冲撞他的车 然后扬长而去 评冲之起纠纷 疑似感情因素 周姓男子拦下红姓男子理论 双方就在街头上 上演砸车反击战 黑车被撞到车门烂掉 白车车体也变形 不过事发后 被砸车的红姓男子 出面表示根本是误会一场 因为对方认错人 砸错车 自己身上多处都受伤 陈胸斗狠结果两败俱伤 双方不只都得花上一笔钱 收礼爱车 也被警方依毁损及公共危险罪的 YouTube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